丁丹 你给我出来 咋子了 圆圆 你看你的鸭子干还好事 我要材料给你出来 不可能啊 我都把炸囊关好了 你是真言所想吧 圆圆 对不起啊 你看你家材料损失了好多 我们赔给你嘛 对不起啊 是我们的错 这是一杯 你先拿着 还算你们有点良心 王伟 圆圆家的材料可能不是我们鸭子吃的 什么意思 圆圆家的地在山顶上 可是我们的鸭子根本就不会拍那么远 那你怎么不早说 老婆喊你不管好杂难的嘛 我们有理说不清啊 那你说圆圆家菜到底是谁偷吃的 不晓得 我得去看一哈 这明明是鸡串啊 鸡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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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有只母鸡 老是偷跑出来吃别人菜 我得找到他把他给炖了 这又是谁的菜被糟蹋了呀 哎呦 这是我家鸭子吃的 这是圆圆家的菜点 我都已经陪给他了 那就好 因此你要看好你家鸭子吧 啊 鸭骨 鸡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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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看见鸡骨的家鸡了 不行 我要找鸡骨的员员说说去 哎呀 你不要可以 鸡骨平时对我们多好呢 还有圆圆一直手还叫 这一杯碗是小事 但是你离家上了火器就是大事 行嘛 啊鸡子 快递到了 谢谢张哥 没事我先走了啊 哎 鸡骨 咋啊张哥 鸡骨帮你背锅了你知道吗 啊 还有这事啊 好像还帮你赔了一百块钱啊 啊 张哥这到底咋回事啊 具体我也不清楚 但是跟那个圆圆菜地里有关系 哦 我知道张哥 就是他 行 谢谢张哥 没事 先把这事了了啊 放心吧张哥 我不会让鸡子他们那样晕大头的 啊 哇这鸡丸好多啊 鸡子 有个事我没明白 圆圆跟咱一样五十你干嘛给他一百 我们早上出去的时候有没有让你管好咬着着呢 有啊 那你五十不管啊 我那不是大一万级了吗 那这一百块就是我你不用信买的啊 王伟你要知道的成年人的时间对不起什么都用的呢 这一百块钱就当张许费了 知道了 鸡子 哎员员你来了 剪屏都跟我讲了 他家几次的材料 上午说我误会你们了 对不起啊 没事的 你这家有点小误会很正常 搞清楚就行了 哦对啊 这种了送你们一百块给你们啊 还有这种吃菜没有几次剪屏炖给我拍的道歉也给你们 啊嗯这钱我们亏一下来劲我们不能收 不行 走你们必须走 毕竟是我误会你们在线 你们宽红大度没有最近我也无力去了已经够好了 好了过去的事情就不要暂停了 坐下来吃个饭嘛一些 不用啊我吃过了 你们吃完把锅给剪屏炖过去就行了哈 我先走了 啊那你把这几个打打下来我给你吃嘛 哎呀不用 哎呀这个鞋肉都黄嘛很好吃的拿回去吃嘛 真的不用 没得吃没得吃的拿回去吃嘛 你完了 选选的哈 完头啊 好 还好你男的我没去找这么一个 要完头的看家都不好看 对啊有些事情不需要盘根文的 滑到这边扭三分 得了人处切了人 鱼人方面就是鱼籍方面 大家都是邻居 没必要撕破脸皮 对因此说的有道理 好了赶紧吃螃蟹嘛 记得一定要把窑子里找来关好 嗯知道了